對,然後把它卡上去 好,這樣一點 只要卡到這裡 對,卡進去,然後就可以溜進去 然後這樣就可以這樣溜 有滑索還有攀岩牆 很難想像這裡竟然是診療室 這是台灣礦工醫院剛設立的兒童找療中心 這兩項越野運動常出現的設施 其實是職能治療師測試了解 就診孩童狀況的工具之一 這個滑索我們比較會是希望提供小朋友 有一些可能加速度啊 前聽覺的刺激 就是去增加一些他的一些需求 對,所以就會用這個 然後還有就是我們會 就是比如說可能我們在滑的時候 我們就可能說 喔,小朋友的腳腳要夾一個沙包 或夾一個球球 就夾住 然後就可能你當到這裡的時候呢 看到地上一個籃子 你要把球球掉進去 就有點練習他們動作計劃的部分 就是你到哪個地方 你應該要做出什麼的動作 他比較會是練到小朋友全身的動作計劃 因為有的小朋友他會手一直動 一直動 但是腳沒有動 他們就會掉下來 所以就是你要手腳定用 兒童找療中心包含了物理治療 職能治療及語言治療 目前有五位專職治療師 一週服務大約250人次 許多原本到雙北治療的孩童都重回基隆 服務量仍幾乎滿載 在基隆這邊啊 小兒子找療的中心啊是比較缺乏 所以在我們成立之前呢 很多小朋友都是到台北 或者是到新北那邊去 那我們這邊成立了之後 很多小朋友就是有回歸到基隆這邊 那我們也就是希望說 可以服務更多在基隆這邊的小朋友 因為其實小朋友是國家未來的主人 那我們就希望說可以在早期的療癒這個方面啊 在礦工醫院的部分就是可以盡一分的心力 立法人蔡世英特別肯定台灣礦工醫院 兒童找療中心提供夜間服務 幫助白天無法分身帶小孩就醫治療的家長 蔡世英也表示已經向衛生福利部方面建議 研議交通津貼補助 鼓勵相關醫療院所開設夜間服務門診 提供家長足夠的找療資源 降低城鄉差距 建議可以研議交通津貼的補助 來補助這些相關的醫療院所 讓這些醫療院所願意開設夜間的服務門診 那也讓這些早療的家長 讓有充足的門診 讓他們不需要 因為小朋友的需要 特別還要到外縣市去 請求醫生的專業服務 那我覺得這樣子可以減輕 家長的負擔 那實務上來講 這個是對於我們整體的 醫療資源的縮短 所謂的城鄉差距有一定的幫助 已經獲民進黨徵召參選 基隆市長的蔡世英承諾 未來擔任市長會與 基隆市衛生局研議 提高醫療院所的服務量能 並建立跨院所的夥伴關係 提升基隆的早療環境 上公醫院在 記者 張祈騰 基隆報導 這是lez植基隆的